深夜时间一名白衣男子在屋顶上鬼鬼祟祟 紧接着靠近墙边蹲下 仔细看他手上拿着一罐喷漆 立刻开始自己的艺术创作 使用白色颜料将作品描边画上阴影 同时还有另外一人跟他分工合作 手法相当熟练 但这涂鸦的地点怎么怪怪的 捷运机房屋顶成了涂鸦怪客的彩绘画布 且还有两种不同风格 捷运公司一查监视器后 才发现竟有两环共六人 在今年二月中分别闯入涂鸦搞过坏 大众运输变成私人画廊 通勤族看到也觉得相当傻眼 捷运喷经事件发生在今年二月 人来人往的捷运建坛站 临近知名的士林夜市 站在月台望去对比前后 外墙原本应该是水泥灰 却被喷上各种英文字母和卡通符号 就连排风口都没能幸免 捷运公司虽然立刻将涂鸦清理掉 但还是能看到痕迹 而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 找到两团带头的男子 发现两人都有涂鸦前科 其中一人来自西班牙 而他们招待后都变称 只有自己所为 就怕刮起涂鸦外风 捷运警察斩草除根 后讯捷运公司不提告 但依行政罚级索讨清洁费 将近两万两千元 两名涂鸦外客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这艺术的代价竟然这么贵 金氏文医科与陈香伟长报导 想看更多精彩的新闻影音 请订阅按赞静新闻 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